套利交易简单来说可以分为有一定风险套利和完全无风险套利两种,相对而言无风险套利会比较难一点,试盘情况相对较少。 无风险套利涉及到比较多的是各类跨期、跨市和期权的无风险套利会多一些,跨期是跨期限, 也就是说你的期货或者期权它会有不同月份的合约,不同月份到日期不同的合约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跨市则是跨市场, 同一个品牌或者是相似品种,在不同的市场里可能会存在套利关系,同样的期权也会有很多无风险套利,期权的无风险套利会比较多。 主要原因是期权还有很多的行权价,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行权价,每个行权价有分为看涨和看跌行权, 因为它的基础数量在增加,就给了我们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除了无风险套利之外,还有一种有风险的套利,包括统计套利,不同期权、行权价之间的套利, 各类跨期权、跨市场、跨品种套利等多种方式,是没有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但是有一定风险的套利机会,可以让我们大概率赚钱。 无风险套利实践是比较少的,多存在于模拟盘,国内一些期权品种的模拟交易,经常会有各类的无风险套利机会。 道理很简单,石盘交易都是拿得实实在在的钱去操作的,一旦有某个品种定价不合理,迅速就会被套利者将不合理的定价扭转。 相对而言,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就会比较少,往往想要抓住无风险套利的机会,都需要很快的机器,以及正确的比较复杂的算法,从而能够发现并且真正拿到这个机会。 无风险套利的本质是对价格的错估,无风险套利模型的构建都基于价格,那么为何无风险套利在交易中备受关注的呢?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交易者,我们肯定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无风险的套利来为我们带来相应的利润。 同时,像我前面讲的,无风险套利在交易中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因为统一标的资产,对应的合约数以百计,可能会有上千个价格,这样的话会给我们非常多的机会,同样定价难度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因为需要相应的合约模型来进行定价,然后模型当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参数,对于不同的交易者来说,这个参数的设置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买家或者大卖家在集中的购买或者卖出某些币的时候,会导致这一部分的价格明显推高或者是降低,从而使这一部分的价格与其他部分的价格形成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所以,无风险套利在交易中是备受关注的,是因为投资者可以在交易中发现一些万无一失的获利机会。 那么,怎么构建无风险套利模型呢?这就是本期视频最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部署的平台叫做Remix。Remix目前来讲,已经算是一个最大的智能合约架构平台。 然后,我们来到左上角,找到名为Contract的文件夹,单击它,再点击视频中的这个图案,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用来存储我们的代码。 我们需要将新创建的文件夹,命名为BNBSwap,然后按一下回车键,这个文件夹就创建好了。 接着,从视频简介里,找到测试的代码链接。 我会在简介中标注好哪个是代码的链接,直接单击前往就可以了。 打开链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代码。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复制好这里全部的代码,粘贴到我们前面创建的新文件夹里,这样就完成了一半了。 接着,我们来到最左侧菜单,点击第三个选项,在最上面选择编译器,我们需要选择0.6.6的编译器编译这份代码。 注意,不要点成其他的编译器,其他的编译器是无法编译这份代码的。 然后点击蓝色的Compline按钮,我们会发现最左侧菜单的第三个选项,旁边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小箭头。 这样就代表代码已经编译完成了。 再点击小箭头下面的选项,在最上面选择Meter Mask,连接一下小狐狸钱包。 目前只能使用小狐狸钱包里的资金部署。 等待Remix连接好小狐狸钱包之后,再单击Deploy旁边的箭头,将Token命名为BNB Swap,代币简称BNBS,然后单击黄色的按钮, 支付一笔GAS费,等待确认交易完成。 接着点击黄色的Deploy按钮,再次连接小狐狸钱包,等待交易完成。 好,成功了。 紧接着我们会发现,在左下角生成了两颗合约地址,我们删掉下面的合约地址。 这个地址是处于云端的,为了方便程序自主运转。 每个人生成的合约地址都是不同的。 复制好合约地址之后,我们打开小狐狸钱包,再点击发送。 把我们前面复制好的合约地址粘贴上去,我们需要向这个合约地址打款。 测试的金额限制在最低3个BNB,最高10个BNB。 输入这之间任意一个数额就好了。 我们先放6个BNB进去试试看。 大家看自己能力投入就好了。 等待确定好交易了之后,我们就进行无风险套利的最后一步。 点击地址旁边的小箭头,可以看到红色的Action按钮。 单击它,Remix会最后一次连接你的小狐狸钱包。 点击接受就好了。 整个无风险套利的流程就全走完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待收益就好了。 我们等待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小狐狸钱包看到我们赚到的资金了。 我们先把程序放在这里,过一个小时之后再见。 大家好,我回来了。 我估摸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 赚取到的钱也应该回到钱包里面了。 注意,这个赚到的钱,不需要我们自己从程序里面提出来。 它会自己返回到前面支付的钱包里面。 我们只需要打开小狐狸钱包,领取收益就好了。 我前面一共放了6个BNB进去,而现在账户里有8.53个BNB。 除去本金,我差不多是赚到了2.53个BNB。 这个收益还是比较不错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一下看看,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是不理解的。 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会尽我所能为你解答疑惑。 测试了觉得收益不错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因为视频只提供给了大家测试一次的代码。 想要一直使用下去的话,是需要付费的。 详细可以联系我。 好了,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